蒙着脸包着紧紧的住户 出面控诉无良炒房团 将妈妈协同建商 诱导购买特定的建案 在板桥金付地保超过半数以上的住户 都是受害者 拿出了150万到180万元不等买房后 最后尽是血本无归还倒赔 我本人我买的这个房子是3300多万 但是实际上银行评估的总价 这间房子根本不到2500万 那这个明显就是对我们一个欺骗的手法 所以建商跟我们要求跟银行贷款的七成 实际上建商已经把整个房子的价值全部拿走了 然后还逼着我们欺骗我们 多签了一个1000多万的本票 那我们是不是买了房子还要到签他钱 最后房子被法派掉血本无归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严重的社会案件 悟性将妈妈主导的投资理财会 所有的贷款过户买屋程序 违由家妈妈和建商完成 知道受骗后根本求助无门 透过新北市议员黄俊哲召开记者会 市府地震局法治局到场 地震局早已收到民众陈情 但却回应式的镇定宣导 让黄俊哲不得不说重话 你有没有查查过 你刚刚所说有查的这几个案例 有没有包括这个 这几个案例 目前的市政是没有 连查都没有查嘛 对不对 能不能赶快查 因为这看起来 这几个所谓的老师都还在继续招生当中 那今天有那么多的受害者 然后刚听起来好像你也第一次听到这个案例 那其实我们陈情人早就到处陈情很久了 地震局实在有点不够积极 好请你立刻查证好不好 受骗住户除了银行房贷 每个月都要归还之外 还要面临房屋被法拍的压力 除了无奈求助议员之外 也期盼地震单位协助 并已经联合聘请律师走法院争取权益 数位天空新闻 新北市板桥采访报道